好了,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个新闻 就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 说是有一个大陆人 就是坐着皮划艇 从浙江,应该是浙江吧 一路滑水滑到了台湾 这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么多中国人 费了那么大劲 花了很多钱 转转几个国家 秃秃到美国 看新闻 有不少人都直接死在半路上了 你说这些人都怎么想呢 舍尽求远 他们当初怎么就没考虑过台湾呢 瞧瞧人家这哥们多有想法 一个皮划艇就倒目的地了 我之前说过很多次 普通中国人移民最好就是去台湾 有钱人无所谓 全世界哪都是家 台湾不一样的是 它不仅有高楼大厦 也有市井烟火 最重要的是 大家说的都是中文 你过去之后不需要重新学习语言 几乎可以做到无缝衔接 不管是找工作也好 还是谈活论驾都很方便 而且台湾经济发达 前两天还有台湾人给我留言 说台湾现在连刷牌子 月薪都超过一万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都是刷牌子 去哪不是刷呢 为啥还要帮羊鬼子刷呢 要是我秃渡的话 我就偷去台湾 开玩笑 开玩笑 台湾的观众不要紧张 我是不支持秃渡的 如果真的想移民 还是要走正道 堂堂正正的 根据人家那边的政策和法规来 不要破坏人家当地的法律和法规 你看有不少中国人 都是通过婚嫁 就是合法的到了台湾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是吧 按照规矩来 千万不要违法 话说到这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 就是那个新闻 我就只看了个片段 我不知道后续 你们台湾当局 会如何处理这种事 是吧 那个人遣返 还是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 让他留下来 让他在这生活 我很好奇 不过鉴于 当前的两岸关系 我估计够呛 他很有可能会被当成间谍 遣返 是吧 肯定会有很多台湾人是这样想的 他就是一个间谍 其实不至于 搞间谍 又不是打仗的时候搞谍战 根本没必要用这种阶段的方式 再说了 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 哪能就给个屁花挺 是吧 太儿戏了 但是即便如此 我还是支持台湾人民 把他遣返回来 我这不是螃蟹心理 我这绝对不是说是 我出于什么嫉妒心理 因为那人自己也说了 他是为了躲债来的 怎么说呢 很不光彩吧 是吧 欠债不还 人品都有问题 祸害了 不知道祸害了多少人 是吧 他自己倒好 屁股一拍走了 去享受自由民主去了 说不定 就是过几年 是吧 洗白了之后就在网上 骂墙里的中国人 肃子差 愚昧 这很有可能 我觉得像这种非法移民 不是特别光彩的理由 最好去哪都给他钱买回来 就不能唐唐正正的去 非要搞这些小偷小摸的事 不话说回来 不会真有人同情他吧 一想到他是冒着生命危险 就是兔兔来的 生母兵就犯了 都是可怜人 哪怕是躲债来的 也想着他很可能是 欠了高利贷 或者是被别人坑骗了 总之吧 就是把人往好处想 这是一朵白莲花 要出于你了 但其实他大概率 就是一个躲债的无赖 祸害了很多人的人渣 屁股一拍跑了 打算换个斗转 重新再来 仅此而已 我在很多年前 就是刚出社会的时候 那时候很早 一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工资低 路边上一块 我的一根的烤肠 我都舍不得吃 吃面的时候 就是外边吃面 加个煎蛋 我倒考虑半天 是吧 这是怎么过呀 什么时候是个头 时常想着 我这位子要完了 上网的时候 也会专门去看一些 发财的小道消息 像中国人 拖出去国外刷牌子 发财的新闻 我就看过很多 不怕大家笑话 我真确研究过这个事 去哪个国家工资高 是吧 过去之后 我是刷盘子呢 还是去工地上搬砖 我都想好了 但是每一次都卡在了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什么呢 就是这一趟 不是白去的 正常的你坐飞机过去 可能就几千块钱 是吧 我俩月工资 是吧 就搞定了 但是偷渡的话 这个路费 翻十倍都不止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 我就是去借 我当时那么年轻 嘴上眉毛的 谁可平白无故的 借我这么多钱 其实就算是现在 我也借不到这么多钱 所以想一想 真的挺可惜 不然我早就发财了 哪能像现在这样 在这什么跑头露脸的 在网上讨饭吃 总之吧 我很早就想明白了这个事 不要一听到偷渡客这个词 就想到难民 觉得这些人都是可怜人 哪有的事 真正可怜的是我们这种 连偷渡费都出不起的人 当然了 我不是说偷渡客不可怜 偷渡客里肯定大部分都是穷人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去偷渡 但是你非要说他们过不去了 卑鄙无奈 没得选 这就是盛萌萌的一厢情愿了 你想吧 哪怕这个偷渡客 就是他这个钱是借来的 那也不简单 能平白无故借这么多钱 那肯定不是日子过不下去的人 我记得我家里最困难的时候 那时候上高中 2000块钱都过人借过 当偷渡客 你再可怜 你不至于这样 所以你们不要太幼稚了 借用一句名人名言 你们这些性自由主义者 就是2样 我觉得人永远都有的血 还记得前些年有个恐怖组织 叫ISIS 那几年全世界到处都是圣战者 我作为一个世俗人 一个异教徒 觉得很恐怖 时常想着 如果以后全世界都被伊斯兰教统治了 那我也加入伊斯兰算了 打不过就加入呗 还有那个经典的 墙口抬高一厘米 他还都听过这句话吧 所以人永远都有得选 除非你是小孩子 很多年前又是很多年前 就是那个死在希腊沙滩上的 一个中东难民小孩 那个照片我印象很深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他才没得选 这个小孩才没得选 这两年很多中国人走线移民 一说起来都是累 怎么怎么可怜 怎么怎么辛苦 这一路 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我猜这些人都是跟我当年一样 想去靠刷盘子 一个月挣两万 说白了就是人往高处走呗 你们在这儿滥发同情 人家想的是 我苦两年 以警还乡的时候 让你们瞧瞧 不信你们看看那些走线被抓的荼毒客 有一个像是被压迫的 有的被抓了 甚至还在笑 就感觉像是冲运 安排农民工返乡 场面一度很温馨 当然了 我不是笑话这些人 都是普通人 就是为了生活都不容易 只是大家的选择不同 要我就不会荼毒 我现在也害怕折腾 我说过很多次 在中国现在只要不买房 其实还好 没那么想的那么大压力 就怕你憋着想买房子 还想寄完 如果是这样 那全世界你去哪儿 你都会过得很痛苦 最后再多说一句 这个世界上 有几个天才是逼出来的 当个普通人不好吗 好了 今天就聊这儿吧 拜拜